托尼獎是美國四大藝術獎項之一 更是美國的歌舞劇以及話劇界的最高殿堂 歡迎收看白宮意見 我是張晶毅 這一期白宮意見特別版要帶大家到紐約來看托尼獎 雖然報導時政新聞多一些 但是我在紐約念書時還接觸了不少百老會 托尼獎頒獎典禮我更是不會錯過 所以這一回能轉型當一下娛樂記者報導托尼獎 而且我們SMG還是現場唯一的中文媒體 我還是挺激動的 托尼獎是什麼呢 這獎可是與電影界的奧斯卡 電視界的愛美獎 音樂界的葛萊美獎 其名的美國藝術界四大獎項之一 是美國歌舞劇和話劇的最高殿堂 那麼為什麼他的知名度沒有前三者來得高呢 大概是因為前三者主要是透過電子方式 能夠廣泛的傳播 但是戲劇就必須得要演員真人現場表演 觀眾得清零現場感受 那麼換句話說 這是一門能夠感受到體溫的藝術 這也是托尼獎為何會令我激動的原因了 因為在頒獎典禮上不是播放電影片段 而是一組一組的演員 上台唱歌跳舞加表演 台上全部都是真功夫 台下都是真感動 而且一個晚上 還能夠把一整年最好的百老會片段看完 怎麼能夠不感動呢 托尼獎的場外 明星走紅毯也是令人期待的 而當天更是特別的火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是在攝氏35度下盛裝出席 那麼這一次紅毯上有紙牌屋的男主 也是這一次托尼獎主持人 凱文·史派希 還有呢 女神斯嘉莉約翰遜 以及精靈王子奧蘭多布魯姆 他在紅毯上是一路都不接受媒體採訪的 但是一聽到我們是中國媒體 就停下了腳步 Hello Chinese media How are you I'll be in Shanghai very soon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這一次托尼獎紅毯上 唯一來自中國的明星呢 就是眾所皆知的實力派 韓洪 也希望中美兩國之間的舞台劇 音樂劇 還有我們藝術方面的各個方面的合作 都有更好的開始 那麼這一次呢 我也採訪到本屆最佳歌舞劇 至艾文漢森的劇本作家 史蒂文·列文森 他也是本屆托尼獎 最佳歌舞劇劇本的得主哦 對 這是一個很疲倦的年輕人 他在疲倦和疾瘩 他給了一個機會 改變他的整個生命 在說謊 我認為我們會喜歡去中國 帶這個節目去中國 對 這樣很厲害 重頭戲當然是頒獎典禮啦 得獎的劇目和演員都被報道過了 這裡我來講講我印象深刻的片段 主持人凱文·史派西呢 可以說是使出了渾身解數 不只呢是扮演比爾·克林頓 更戴上紙牌屋主角們登場 還招牌的轉身看著鏡頭講話 當然啦 在自由派偏多的美國演藝圈 現任美國總統還是繞不開的 開玩笑的話題 頒獎典禮現場也穿插了不少百老會 被提名的秀的精彩片段演出 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呢 是歌舞劇《娜塔莎·皮埃爾》 與1812年大會星的一個演出 那麼這句的一個舞台設計呢 是華裔的米米蓮 那麼他也是這一次唯一獲得提名 並且得獎的中國面孔 我感到很開心地 代表中國人 我認為美國演藝圈在美國演藝圈裡有更多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希望這會在未來發生 確實喔 透過文化的了解交流與交融 我也深深的希望呢 在未來在美國的戲劇界 也能夠看到更多的中國身影